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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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在這裡就是觀塘的其中一個公廈 這裡大概有180至200呎 這裡的租金是6800港元 這裡的小程度就是 那些傢伙搬過來之後 是放不下的 例如這裡會看到 那個梳化後面才是電視機 因為我放不下電視機 所以就 會找了位置放在電視機之後 我就要背著梳化去看電視 我現在收入和租金 大概佔了我的四成左右 我四成就拿去交租 但是四成以外 其實我生活上的需求 買一些藥用品或者衣食住行 這些全部都要自己搞定 大概我的支出就佔了我七成左右 因為可能你現在說是七成 當然家用給我一兩成 那你有兩成去做了娛樂 或者有些買東西 但是存不存錢 其實是存不到的 那要我認知 解決主要問題 政府都近幾年都很大力 都很大肆地宣揚 這些政策 我覺得加起來 是真的 數字上可以提供很多房屋 但是有多少真的落到香港人的袋 這就是一個問題 申請公屋是由我十八歲的時候 開始申請 剛剛讀大專業的時候 開始申請 那時候 單人的入食審查是萬一元 商人是萬八元 但我想說過 第一份工的月入是萬二元 已經是below了那個 Fresh Greg的幾個價錢 等於你一出來工作 無論你做什麼 你都會過那個資産審查 所以我覺得是 沒有可能去 去遇到它的要求 其實最望到一定是居屋 對我們來說 都是超級大的競爭 普遍每一次 就是百多人欠一個單位 我也有抽過 但是剛巧就抽不中了 但其實說真的 就算我抽中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樣供 我覺得人有居住權 是一個很基本的事 但是香港人好像聽起來 就好像很不現實 我覺得所有問題 最關心究底 都是來自於政府 不是民選 香港政府不是為人民服務 就是因為它負責的人民 只是和它有利益 輸送有經濟關係的人 才會為它服務 但是那些人民 在香港來說 只是佔少部分 我們就被少部分的人 控制了我們的資源 真正它需要問責的時候 已經不是那些人民的時候 它根本就不需要 你那些最基本 或者最市民的需求是什麼 大家也知道台灣 現在正在做競選工程 它做得很明顯 就是當所有競選工程 都是向人民做的時候 例如你會看到 現在林鄭當選了 她從一開始做競選工程的時候 根本就不是為人民做 她沒有做過任何造勢的大會 所有政策 都沒有向人民解釋清楚 到底為何她要做 她做得最多就是向千二人解釋 千二人就是那個籌委會 全部都是由商家 由議員 由很多大官國人去組成 千二人裡面完全沒有小市民的代表 連一個都沒有 那個人不會叫做市民代表 他只會叫某一個商界的代表 或一個預農業的代表 全部都是有權有勢的人 香港的命運就是被千二人主宰了 而那個班子也不到你決定我 你一票也沒有用的時候 那勝負怎麼會代表你呢 我們要來拍照 我們要買照片 原來真是尋命博估 將你發生天智 可能出來抗爭的每一個人 都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是你可能會付上幾年的代價 幾年自由的代價 才可以換到你想要的成果 害怕是害怕的 你永遠都不知他用什麼盡執去選中你 我們真的要贏 會不會去到我們很老的時候才會贏 會不會我們到最後贏的時候 可能下一代替我們驗收成果 可以說是有一半是被迫堅持下去 否則就沒有香港 再沒有香港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都放棄的話 你本身在一個地方長大 或在一個地方出生 那你有責任去保護那個地方 當你都放棄自己的地方的時候 你還期望誰來幫你 我自己為何出來 可能付出這麼多時間 做不同的事情 其實我只想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 香港本身自豪的這件事 其實慢慢都已經被侵蝕了 而現在香港 很多我們所謂的價值 都是逐致沒有的 可能每一天都會有不同的人提堂 其實他們最後會不會被判呢 我們經常都會說 其實都很看官 其實如果要看官 才可以知道 那件事是怎樣判的 其實就已經不是法治了 還有 警察濫權濫暴這些行為 警暴的所有行為 都未得到任何的情質 其實都是代表 法律無法限制掌權者的權力 反而在日常生活上 我們自己做的事 真的很明顯看到我們的自由被侵蝕 我們出門吃飯 其實我們不可以提及 我們自己去過甚麼遊行集會 剛開始我們還可能 用訊息溝通 後來就… 都很害怕 然後大家可能開始轉用Telegram 又不可以用真名 即是元朗 或者在荃灣發生過一些 所謂一些黑衣服被追打的事件 其實那一陣子 自己家人都不斷跟自己說 不要穿黑衣服出門 他看到我穿黑衣服出門 很擔心 他說你突然換衣服 穿甚麼衣服關你甚麼事 我穿黑衣服代表甚麼 其實在這件事發生 這半年之前 其實很多人都很喜歡穿黑衣服 很多人都很喜歡 像韓生一樣戴合後装 到現在已經加了另一層意義給他 但而這一層意義 其實某程度上是一種恐懼 我覺得如果這些事 我們都要擔驚受一下 結果那些就不是自由 很累的時候 有想過為甚麼自己不買七港豬 痛恨港豬的痛恨在這個位置 是他們對於未來 對整個環境沒有甚麼想法 他們只想到自己拍拖 結婚、生孩子 對一生 但他們沒有想到環境會怎樣變化 會怎樣影響到自己 就算這幾十年沒有事 也好 難保下幾十年會發生甚麼事 或者他們的子女會怎樣被對待 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那個地方是所謂港豬的人 佔大多數的話 其實那個地方都不會有民主自由 因為這件事很危險 給你一人一票 那又怎樣 如果全部人都是港豬 其實你便跟著他的劇本去走 如果要跟台灣說些事情 我想我會跟他們說就是 好好珍惜 和不要放棄你現在有的一切 如果他今天不好珍惜這張選票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的民主 進程會退得很快 就是歷史會不斷重複 而方式可以不一樣 但其實他背後的理念 背後的概念 其實都不斷重複 為甚麼歷史會不斷重� 就是因為大家 獲得自己在一個安逸的狀況下 不需要去爭取 或者不需要去維持自己擁有的東西 居安司 所謂的核心價值 即是法治也好 民主也好 自由也好 這些價值也不是你爭取了一次 就是永遠 無論任何時候 就算你很自由也好 你都要想自己有一天會沒有 所以你要想怎樣可以令到自己 不會沒有這件事 不要小看一個政權 嘗試去操控他人民的性態 以及他所做的事 他不會用那些很硬性 他不可以幾十年都用很硬性的手段去對待你 但他有很多的完成手段 包括你所謂想著有的選舉 所有的自由 所有的法治 全部都是他們的操縱之路 現在不是他 但不代表未來不會是他 不要以為自己現在有的民主制度 是必要的 其實每個民主制度都會有他的想法 每個民主制度都可以有他滲透的途徑 我覺得不要看著自己 好像現在在體制上 或是甚麼 好像跟香港不一樣 哪有那麼容易 我相信每個制度都可以滲透到 我相信 你覺得你現在的生活在台灣自由嗎 算很自由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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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啊 自由 蠻自由的吧 我覺得蠻自由 因為其實都有言論自由這樣 言論很自由嗎 言論很自由 像直接投票啊 就是婚姻平等我覺得也很自由 對想要喜歡誰都可以 比如說像我們的政治 我們有不同的政黨 然後我們可以自己選舉 就是都是透過人民自由的意識 可以選擇自己 心目中所喜歡的候選人 那你有沒有想像過 自己會失去自由這回事 就是相對來說 你覺得做甚麼都很自由啊 有沒有想像過 不能這樣做 我覺得不會 沒有想像過 應該說不會發生 應該不會想到 沒有自由這一天 對啊 那種習慣了啦 都是自由的 應該是不會吧 不是已經選好總統 對 我選好總統應該就不會發生了 對啊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覺得在台灣這片土地上 自由一直以來是我們這片土地上 最引以為傲的珍貴 所以是不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沒有 沒有耶 可能生活很封閉吧 其實也沒有去多想 沒有多想 對啊 沒有 就是覺得不可能會發生 不可能會發生 沒有想過 你覺得在台灣有可能發生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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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為甚麼不會 那就沒有被發生到就好了吧 終於親愛香港朋友 如此過了怎樣 台灣人比較客氣熱情 總會對你不成冷淡 有著不同語言 冷卻追求同意的心點 欠你送美花之景 與此間一陣線 敢亦來自對我順口祝福的深意 覺得自由不是勉快爭取一定是牽拿士 話我聽證 我覺得現在的自由是過去的先人 他們流血流汗爭取過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享受這些自由 要非常感謝過去的人 他們透過他們距離力爭去爭取過來 那所以我們今天的自由其實得來非常的卜利 真的要繼續維持這樣的自由 應該就是我們要持續地去捍衛維護我們現在的權力 當我們今天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選舉是能夠讓我們國家未來可以持續有保護這樣子自由力量的候選人 然後接著是我們能夠繼續持有我們現在捍衛人民自由的這些政策跟權力 對 然後我們會繼續透過我們人民的力量去監督整個政府 在未來維繫整個國家安定力量跟自由的道路上 對 那當今天這樣子的狀況其實是 就是其實是不合我們人民所需要所追求的時候 我們也會透過我們的力量去發聲讓政府知道 我們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所以包括是透過整個選舉 還有包括透過整個人民集合起來的力量 對 也許是走上街頭 其實我們就是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做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我們不能因為現狀是非常安定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任何的警惕或者是警覺 我們還是需要去注意到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現狀 其實還是非常的危險 所以對於這些人我希望告訴他們就是 無論我們台灣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還是要隨時就是警惕自己 然後當整個局勢其實是不安定的時候 我們其實要設法的 讓整個人民是集合這樣子的力量去維繫整個台灣的穩定度 那在現在的狀況希望是我們能夠透過選舉也好 或是透過其他的方式 能夠去預防台灣走向一個不當的局面 那我覺得這樣子才是對整個台灣環境是最有幫助的 很悠閒的大學 我不會期待在你畫面 這兒做法的規則 那麼悠閒的地方 我們會不會去問他 說到你去看 那些地方 有些地方 我們會不會去看